fifth intensity I'll see you out and me 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 我很会先不 What's up 各位我是小飞仙 我是Fashion Bo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我要做一个久为了的主题 前几天呢 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IG story What up 有个问题要问你们 在这边看 你们想要看我用 用全部MMM Studio的衣服来做新年穿搭 还是用MMM Studio的衣服混搭其他品牌 所以啦 今天我就会开箱一下我们MMM Studio 还有RHG的春夏系列 同时也会做久违了的新年穿搭 Anyway 如果你想要看穿搭衣的话 你就把它跳去后面 OK? Let's get it! Anyway 我们先来介绍 MMM Studio的最新系列 叫做Ethereal Vision 这样很多人可能不太懂 设计衣服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要可能两个月以上 因为你制作衣服要两个月 那么在设计就取决于你们花多久时间 这样通常我们就是会在年尾的11月这样子来 筹备下一年的这个新年款 那么在我们团队在构思2021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 2020年我们做扑克牌系列 我们将希腊文化的扑克牌来做个结合 有个二稿的这种感觉 然后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反应 我们就非常开心 大家喜欢这样的创意 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有创新的东西 让你们眼前一亮 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再用扑克牌 2020我们觉得是非常灾难的一年 每个人都过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就想说 2021年我们做的设计 必须要是可以让人家看到希望 看到曙光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决定用塔罗牌 因为它就是有那种感觉让人家穿在身上 有一种好像翻到一张好牌的概念 那么延续我们一块MMM Studio的作风 我们会有一些搞怪的风格 去恶搞 Existing 的一些图 一些设计 那么在塔罗牌里面一共有78张 那么当中有22张是 Major Arcana Card 然后把几张很好的牌拿出来 然后做了一些变动 加入一些 East Midwest的这些元素在里面了 那我本身最喜欢的一件 其实是这一件 我记得这张卡牌在塔罗牌里面 它叫做Ace of Cups 它是一个手拿着一个圣杯的 像我们觉得去年大家就 suffer了很多loss 不管是在钱 或者是在很多东西方面都有一些亏损 所以我们想到大家可以发大财 所以我们就很直接想到 过年我们会玩什么 麻将 于是我们就把麻将这个元素取代了圣杯 就感觉大家可以很傻嘛 每个人看到这个衣服一拿起来 哇 发发发 哇 太帅了 在颜色方面 今天我们用的颜色是比较亮色系 如果你有流域的话 Pantone Color 2021是黄色 还有灰色 那么其实这整年下来 不同的时尚品牌都用了很多 比较看来有开心的颜色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年充满喜气 还有充满希望 所以我们用的颜色是一个 Mint Tiffany Blue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整个很清爽 非常显白 那么至于前面的设计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罗马数字的号码 然后右边是我们 2021会用的新徽章 至于左边这个罗马号码 其实是塔罗牌上面的这个数字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 非常喜欢塔罗牌元素的人 不止塔罗牌 其实任何关于 古老的一些神明啊 一些传说啊 等等 我都非常喜欢 所以没错 我是一位五岁抬头团的成员 哈哈哈 哈哈哈 Wheel of Fortune 那牛年呢 就是要扭转全坤嘛 所以我们毫不犹豫 就用了塔罗牌里面的这个 Wheel of Fortune 但是我们把中间的一些元素 全部换掉 那如果你仔细看我们的图 你就会发现到 原本后面的这个盘 给我们重新设计过了 然后里面的吉祥物啊 或者是天使啊 我们都重新去绘画过 等等等等的 很多这种元素上的改变 这或许大家不知道 其实这个塔罗牌的元素 它是非常普遍的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种类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 我们比较喜欢的种类 来去驾驭发挥 那么一般塔罗牌的颜色 其实是偏黄色还有蓝色 我们之所以不用 这个颜色的组合 主要原因是 我们觉得穿在身上 非常的显黑 而且它不好做搭配 因为它颜色太过的RGB 怎么解释RGB 好像电脑颜色很假 外人的身上就很不好看 所以我们就决定 想要给它偏那种 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 油画的颜色 所以我们就让它比较偏 偏黄 偏巧克力 那种褪色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上色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这样的颜色 去让它呈现 让整个pre-try的感觉 它是很高兴 but at the same time 你也看得出 它是有特别做旧的感觉 来到第三件也是 应该算是几乎 我们全公司都非常喜欢 甚至连Vivian都很喜欢的一件 The Magician 这件其实是我 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的一张 我们之所以选用这一张卡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2021年我们需要一个魔法师 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 转机 就是扭转乾坤 所以我们选的卡都是跟扭转乾坤有关系 这个是 这次的理念 比起刚才的法 在这个卡上面 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变化 我们还是让它保留原本应该有的 心态 我们只是在颜色方面 我们重新给它配色 像比起刚才的法 我觉得两者不同 也是那个很创意 这个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接下来这两件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Phoenix Squat Flannel 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格子衬衫的人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地百搭 而且它有点经典 有种很贵的感觉 那么在设计方面 我们除了沿用原本经典的Squat设计以外 我们以凤凰作为我们整件衣服的Statement 主要是因为凤凰有一种重申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非常适合运用于2021年 所以我们就用了它 那么至于在塔罗派里面 我们找到了78张卡 其实没有一张真正具体鸟状的凤凰 我们就选用了更加古老画风的一些凤凰来去呈现这个设计 那么配上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 我觉得这也是我对于2021年的一个期望 在2021年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期 大家应该更加不要去气馁 不要被周围的东西去影响 要控制自己的心态 还有控制自己的脚步 那么在新年怎么样可以少聊我 麻将的元素呢 所以我们就用了巴仙过海打麻将 那么大家如果留意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巴仙都穿着非常潮的潮谱 其实这整个设计图的Message 就是要传达 不管过了多久 只有华人的中华精神 还是会被传承下去的 OK 可能再过几年就看我做一个设计 是全部未来机器人在打麻将 感觉蛮屌小的这个 那么这个设计就有两种不同的单品 一个是T恤 那么一个是长袖仪 那么至于这个两袖的设计 我们就应用了麻将有的一些元素 红啊花还有骰子 好那么现在来到RHG 那很多的你们可能不懂RHG是什么 RHG其实是Rhexagon旗下的一个支线 那么一直以来我们是比较focus在于军装还有工装类的东西 所以在2021年的主题是 Boys to Men 就它整个设计理念跟我们的 MMA Studio 是蛮像的 就是想到大家 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候 更加应该硬起来 站起来 OK 在整个市场 整个世道 整个环境很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非常多的东西去 去呵护我们 保护我们 去宠物我们 但是来到这种艰难的时期 一切东西都是一种luxury 所以我们更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去成长 是时候用自己的方法去生存 至于在单品的选项上面 我们就选用了一些比较 我们常会看到的工装还有军装的单品 去研测我们的设计 我们2021年就是要不断尝试嘛 所以我们就玩了很多拼接的工艺去呈现这一个系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单品上面有很多 常见的军装或工装的口袋 或者一些配件等等 可是总会有一个东西它是比较奇葩的存在 我觉得那一个奇葩的存在就是一种突破 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一些东西 至于颜色上面的呈现 我们就有别于往的军装给人的感觉就是 很旧的巧克力色 青色或黑色和蓝色 我们选用了一些比较流行的颜色 如果大家发现到整个时尚的转变 其实近年来的颜色比较多在于这种灰色地带的颜色 可能白不白 米不米 黄不黄 它是比较cream的颜色 是接下来的一个主色 然后我们用上了今年流行的机智灰 去呈现军装 给大家对于军装有一种全新的一个认识 那么在这种多单品里面呢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一个军装 这是什么军装 外套是什么 那个是Paka Paka 噢 这个叫Paka 噢 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聘结的这种衣服的设计 所以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可以去尝试 我觉得这样的衣服非常适合偏瘦的人穿 因为你整个人不会看到这样flat 你的整个轮廓上面它就有一种变化 诶 这边吐起来 吐起来 吐起来 整个人就会随时看得更加高更加大 其实整个系列是我跟Marshirano 两个一起共同去设计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那么现在 It's time for 穿达 Let's get it It's time for a novation It's time for us to make a change It's time for a Chinese New Year It's time for me to make a way Then I can't No I can't Wait to Get far from here No I can't I can't wait to get out of here No I can't No I can't No I can't Wait to get out of here I see you at the movies I see you with your lipstick on I'm looking out for Cosmos I'm hoping that we'll get along It's time for a novation It's time for us to make a change It's time for a Chinese New Year It's time for me to make a way It's time for me to make a change It's time for me to make a change It's time for me to make a change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品发布 还有新链传达的一个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设计 还有这系列的传达 那么同时间呢 也顺便给你们看下我们的未完成的工作室 所以目前就只有这个部分是放了一些家具 那么我现在为一支就在于我们的工作室了 其实我们这间店它前面是showroom 然后后面这部分是我们的小小的工作室 然后就还一切都还没有装修 就剩下这个部分吧 Anyway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析两次看看八次 看点赞上为止吧 也要记得来我的pagefollow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channel 我们下一集见 然后祝大家可以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可以扭转乾坤 恭喜恭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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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怂 对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